我們在網頁裡面可以畫圖 之前我們都是用表格 用DIV 用各種框框去做方塊形的顯示 即使我們做棋盤 我們也是用表格在做棋盤 但是棋盤不是只能用表格做 我可以用畫圖的方式做 所以呢 在這邊我們來看個例子 這邊有很多例子 這個例子是從HTML5 Canvas Image Tutorial這個網站上面 的連結 你可以看到我們現在 他這裡有一個 HTML的程式 那 這個程式顯示的結果就在這一塊 他說 他說我有一個Canvas Canvas就是畫布 有一個畫布 他的名字叫做MyCanvas 他的名字叫做MyCanvas 他的寬度是578 他的高度是200 所以這裡有一個 寬度578高度200的一個畫布 現在他說 我先取得MyCanvas Document.getElementById 也就是我要取得這一塊 因為這是MyCanvas 我取得這一塊 取得這一塊之後 有點小 大一點 但是大一點後面會截掉 稍微 取得這個MyCanvas 也就是剛剛的這一塊之後 他 再取得他的2D畫布 2D畫布 Contest 放在Contest裡面 接下來呢 他說 我開始一個Path Path就是路徑 然後呢 開始一個Path之後 他先移動到 100 150的地方 所以這一點 大概是 100 150的地方 然後他再畫到450的地方 所以他畫到的終點是450的地方 他所指定的Line Width 寬度是15點 所以這個很粗 有沒有 這個很粗 15點 然後開始畫 Strope 開始畫上這一 所以他就會 畫出一個這樣的東西 好 好 再來 我們不停 繼續 你畫圖的時候呢 有時候 那個線 會有不同形式 有時候呢 我們希望他細一點 有時候粗一點 有時候我希望他的 尾巴是圓圓的 如果你希望尾巴是圓圓的 那你就要 去設定這個Line Cap 讓他尾巴變零圓的 那 Strope Style 這個就是設定他的顏色 線的顏色 目前設定的是 請看 紅綠藍 這個 警字號 圈圈 警字號0000 FF 這是什麼意思 顏色 那前兩碼是紅色的 的份量 00是最 是沒有 FF是最高 FF就是255 就是最高 他是以16金位表示 所以FF就是255 最高 所以紅綠藍 這個0000FF就是純藍色 紅綠藍 最後兩碼藍色 所以純藍色 所以純藍色 所以這裡畫出來是純藍色 好 再看 這個東西不是只能夠畫 線而已 就說你要畫一個圓 可以 可以 他有所謂的 ARC ARC如果從0到360度的話 就是一個原則 他不會是360度 他是2π 他是用進度來計算 2π OK 然後 他有各式各樣的參數 這些函數 你都可以從剛剛的ndn上面查到 所以你要用之前 你應該先查一下 確定 他的參數是如你預期的 他的用法是如你預期的 他上面會有範例 OK 那現在我們填色是填綠色 所以這個畫的時候 他說 也填了色 那畫的線是黑色 但是填的是綠色 OK 那這邊就有 基本上這個範例就是 畫一個圓圈 再來 那要畫方形當然是可以的 畫方形 當然就另外一個函數 剛剛是circle 那現在呢 剛剛是ARC 現在是RECT Rectangle Rectangle 方形 OK 那方形從哪裡畫到哪裡 這個是 這個是左上角的位置 然後寬和高 OK 所以你就會畫出一個 200x100的方形 而且是從 18850這個位置開始畫 Stroke style是black 所以它的線是黑色 Fear style是Yellow 所以它的填充是黃色 再來 當你畫的時候 如果你畫的方形 你不希望它是正正的 希望它有轉動 你可以設定rotation 你可以設定rotation 像這裡 context.rotate 四分之拍 這樣的的話 你的 你的 內容就會旋轉 四分之拍 也就是四分之拍多少 45度角 所以這才會是45度角 好 那這是 關於 旋轉的例子 再來 你不只是可以畫圖 你還可以寫字在你的畫板上面 怎麼寫 用feel text 這個函數 他把這個hello world 印在150x100的地方 OK 150x100 這個150x100是指像素 也就是螢幕上的 螢幕上的東西是由很多點所構成 每一個點就是1 150x100 就是150 寬度 就是從這裡算出去150 從這裡算下來100 150x100 OK 在150x100的地方 印出一個hello world 那這是 畫 內容 文字 再來 如果你今天畫一個圖片 像這個應該是星際大戰裡面的 誰啊 我搞不清楚 那 星際大戰裡面的人 那 這是一張圖片 然後呢 他說 他說 img obj 等於 new image 就建立一個 影像物件 建立一個影像物件之後 在 載入的時候呢 去 在內容裡面 畫出這個影像物件 畫出這個影像物件 而且 他的影像網址 是在這裡 OK 影像網址在這裡 那他就會根據 就會把這個 這個網址裡面的圖片 給畫在這上面 這樣 可以了解 好 再來 他不只可以 畫影像 如果你可以針對他的 影像裡面的 每一點 都做過處理的話 你可以讓他 變成一個影像處理軟體 有用過Photoshop 對不對 那這個基本上就是 Photoshop裡面的 某種濾鏡的功能 只是他的濾鏡到底是怎麼樣呢 你就得看 他這邊的寫法 他是反過來 因為二乌-data-i 就是紅色的變成 二乌-data-i 紅色的變成二乌-原本的紅色值 綠色變成二乌-原本的綠色值 藍色變成二乌-原本的藍色值 所以這整個反過來 那這次也可以做影像處理 好 再來 來 再再再再 新翻譯 好 剛剛這張影像 你有沒有注意到有差別 他本來是彩色的 現在變灰的 所以他的影像處理是做什麼事情呢 他把紅綠藍全部都射成灰度 brightness 亮度 那他的亮度的計算呢 是什麼 亮度的計算他這邊是 亮度的計算他這邊是0.34乘以紅色 加0.5乘以綠色 再加上0.16乘以藍色 為什麼是這樣算應該有他的色彩學歷 OK 那所以最後變成灰度 再來 你也可以畫不規則的 形狀 但是 這裡你就要用 basid curve 2 倍式曲線 曲線畫法 畫到那裡 那裡有很多點 都用倍式曲線的曲線畫法 畫過去 他就會形成像這樣的曲線 OK 這是倍式曲線 好 注意看注意看注意看 跑掉了跑掉了 沒了 好 好 為什麼叫各位注意看 因為你沒有注意看我就不知道我該怎麼講下來 你可以做動畫 好 那你如果放一張照片讓他這樣動呢 你可以做電動 所以 你要寫電動的人 要注意這裡 要注意canvas 你如果寫電動應該要用canvas 你如果用 表格來寫電動 只能寫 緊緻遊戲那種東西 但是不能寫會跑會動的那種東西 OK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寫電動 你期末想要寫電動的同學 你要特別注意 這個canvas的這個圖體 再來 來 這個還沒出來 有點久 喔這個是什麼我看一下 這個是 Mouse coordinate 所以他不是沒出來 他是這樣 我滑鼠移到這裡的時候 他會顯示我現在滑鼠在什麼位置 OK 所以你看我現在不要動的話 他就滑鼠的位置固定 OK 那這個程式怎麼寫 你看一下他 這裡有個getMousePose 這只是取得Mouse的位置而已 但是你看他有加上 addEventListen 就是 加上一個 一個 函數就好像我們那個unclick unclick不是 按下去就會做什麼事嗎 這個EventListen MouseMove的話 他代表說 滑鼠一旦動了 他就要做這個函數 滑鼠一旦動了 就要做這個函數 然後 做的時候他把 滑鼠的位置給取出來 然後 把它弄成一個字串 再印到這個畫面上 所以他的結果就會變成這樣 很快的 把Canvas這個例子講完 這邊 我們有弄了一個綜合範例 剛剛我們不是畫了 方形 圓形 然後有填內容的圓形 還有畫一張圖 這個球絕對 不是 一個圓 它是一張圖 那我們可以把這種東西 全部混合 畫在上面 所以你要做電動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 今天 先講的一個東西是 繪圖版 Canvas 繪圖版 OK OK 現在請各位 去看一下 這一頁 我們已經有貼到社團上面去了 那 待會 還有問題的同學 你下課 留下來 我們 但是不能太久 大概20分鐘 OK 否則沒飯吃 如果你還要進一步討論的同學 跟我一起吃吃飯 我們歡迎各位來找我吃飯 等一下下課就不要等20分鐘 我們就直接去吃飯 有問題的同學直接跟我去吃飯 好嗎 這樣子 太棒了 OK 請你去看一下 去看一下 這個我們已經放到了 這裡 今天的課程的 裡面有一個網頁畫布 你稍微看一下 它的內容 Jun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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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ac 謝謝 成功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